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豬仔趁有些時間 現在是午餐的時間 12點多 豬仔介紹 第二隻今天要介紹的手錶 就是一隻金色的 Seiko 5 Sport 豬仔很少帶介紹金色的手錶 因為金色的手錶給人一種 浮誇的感覺 或者是一種高貴的感覺 一般都 少人 接受一些 但喜歡的人也很難找得到金色的手錶 所以豬仔 這次還要找到一隻 舊裝的精工五仔 盾牌5的 日本版 精工 所以 都忍不住要拍給大家看 好了 鏡頭前面這隻金色的手錶 你看到那個Seiko 十二點位置 和這個五仔的盾牌 都是做得到得字的字釘 下面施印著 Sport Water Resist 這個 Automatic 23個Jerry 23石 好 看一看那個時分針 秒針和黑度 夜光 先看看 有夜光的 不過就應該沒有潛水錶那麼厲害 夜光的 時分針和黑度後面的點點 還有秒針的目端都是有夜光功能的 好 那接著我們看看那個Dial Dial就是一個 放射性紋的 有一些暗的細紋 好像波浪 暗的細紋 也有一個放射性紋的表面 Index做得很漂亮 黑度位置做了光芯 Index book型的拋光處理 還有那個字釘也是做了特字的 字釘做了特字 看上去比較立體的 那個標框 那個星期日力槍就放在三點位置 你看到它用白盤黑字的星期日力槍 它也用了一條金屬邊框 光芯的做作 拿了橢圓形的 這個標是23個Jerris 我用7S36的機芯 7S36的機芯 金色的標面 金色的時分秒針 金色的index 標圈維持 標圈維持了 標圈維持了拉絲的不受鋼 上面有點像Bryling 有四顆的裝飾 在這個12,369的位置 這個也有夜光的 這個也有夜光的 12點那顆 我覺得這個bassel圈很漂亮 試試bassel圈 一個120K的單向旋轉式標圈 都很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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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看一看標腳的位置 標 旁邊拉絲打下bassel 旁邊這個位置 做了一些九雅紋的光芯處理 都很漂亮 大家一起欣賞一下 標腳位置做了拉絲的不受鋼 這個標腳位置 做了拉絲的不受鋼 旁邊就做了光芯處理 這裡也有些細節位 你看到它由拉絲起了一級 然後 到這個光芯 都很漂亮 不錯 看看這個標腳位置做了拉絲的 不受鋼錶帶 兩行鋼了光芯處理 拋光的處理 不受鋼的鋼片帶 都是同樣做了金色的 金色的錶帶 這條錶帶挺漂亮的 它是板帶形的 但它不是平腳的 它不是平的 它是有一個凹凸的 都挺漂亮的 好 看看 標扣先 標扣就用了一個摺疊式的保鏡標扣 上面也有寫著了SEIKO 這個就用蝕刻的 凹凸凸凸的摸下去 剔起它之後 我們看看 有膠套在這裡 頂著 打開了之後 裡面有銀色的薄桥 大家看看 下面那邊 標底寫了10個巴的防水 這隻做了 即是100米防水 還有寫了7S的機心 7S36的機心 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透視的底蓋 這個 透視底蓋就看到中間的陀 看到23個JALS 這個陀也有一些拉絲的花紋 這裡不是花座 有塊膠膜 好 反過來正面給大家看看 好 正面就是這個 標徑 我們看看標徑 標徑呢 標徑呢 其實呢 我看官網的規格 寫它是 40的 那我就用這個標謀 昨天送給我的卡赤 我量度一下 大概40 39.78度 這個標徑 而那個厚度呢 12.2度 是的 12.2 它的規格就寫12 那這個凸凸呢 看看凸凸凸 4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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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度 也挺漂亮的 那個batchel圈的拉絲 做了這個36912 起了一粒裝飾 三角形的裝飾 也挺漂亮的 好 試打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 好 40 你以為39.7至40 我量度就量度39.78 它就寫40 還有這個金色的標圈 金色的標面 金色的index 是的 好 這隻標呢 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市面都比較少 豬仔推介呢 這隻標就是 1480元 1480 1480 如果有興趣的標謀 就沒有錯過豬仔推介了 豬仔有一隻現貨 另外呢 應該星期一有多兩隻 會到的 是的 那1480元 如果有興趣的標為 就給個讚好豬仔 讚一下豬仔 豬仔很努力地找更多好標介紹給你們 如果你未訂閱我的頻道 又有興趣廣東話推介頻道 日本手錶的話 就可以按下鈴鐺訂閱 下次再有新標出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了 這個1480的精工 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在內容的下方 找了豬仔的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甚至乎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想在佐敦店 還是藍之駱店 總共只有三隻 沒有多了 這隻是MIJ Made in Japan 有興趣的 就是 這裏有寫 Made in Japan 100 Water Resist Seyko Fire Spot 這個都是橙色 如果有興趣的 就可以盡快找我 多謝 最後看一看正面 給大家看一下 好